大家好,欢迎收看MKC线上播报,我是主播千佑 最近食安问题成为大众热门的关注焦点 您觉得直接和农妇购买是否会比较划算呢?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上就会上演食品安全事件,令人人心惶惶 这些食品安全事件除了业者的社会企业责任和官方的把关之外 似乎人人不可避免都需要了解食品安全的知识 以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不管是吃的米、喝的水、装食物的成器、食材的标示 食品颠价物等等都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 如何取得安心的食材是身为消费者的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台湾推动有机农业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 通过验证的有机农产品面积已经超过5200公顷 其中最大的面积是有机水稻和蔬菜 除了有机水稻、栽质的技术承受之外 大规模有机蔬菜的栽培在移化东部和中南部大面积的栽培下 仍然是公补应求 有机农产品的通路除了量饭店、有机专门店和电子商务宅配的方式外 最能够接触消费者的就属于全台各地的农夫市集 目前已经有超过30个以上的友善环境农夫市集分布在全台 我们可以发现农夫市集大致上可以分成都会型和乡村型两大类 都会型设置地点都选择在接近消费者、人口假日聚集的地方 目前经营绩效比较好的农夫市集多属于 位于苑霞市的台北、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等五都 拥有一定的消费群才可能支撑住农夫市集的永续经营 宜兰花洞地区或南部是农产品的重要产地 因为家家户户大多有种植农作物 假如当地消费人口不足 仅仅要靠外来的观光人潮来消费的话 很难让市集长期的经营下去 或者农夫市集的经营规模会相对小得多 对消费者而言 只要在假日就可以究竟购买到有机 而且低碳里程的绿色在地食材 不但能够兼顾小农的生计又兼顾家人的健康 虽然有些人认为有机农产品比一般市售的农产品贵一些 但是如果用长期家人的健康和环境的永续为出发点 在能力的许可之下 支持有机农业是必要而且可行的 这也是最划算的交易之一 对于转型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而言 要放弃过去数十年的传统冠型农榜 投入有机农业 不但要拿笔写产销履历 农场的环境和栽种的农产品又要经过验证机关层层的把关才能拿到证书 一般情况下大约要半年才能拿到有机转型期的验证证书 完全通过有机转型期则短则两年长则三年 才能取得CIS和有机验证机关的双标章 投入的新利和承担的风险以及冠行的农业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们来算一下 一个小农户假设在农夫市级的营业额一天以6400元来计算 必须要售出80台金的有机输股 这样的营业额再扣除成本与天的人工费用 利润其实不到900元 这样一个月下来农民仅征得18000元 距离大家认为的最低工资22k还有不小的距离 但是这可能是小农户最重要的收入之一了 因此建议认同这样的理念的您 下次到有机农夫市及时记得和有机小农说您辛苦了 也记得不要再杀假 根据研究指出 美国成年人有三分之一体态属于肥胖型 这都是便宜的食物所造成的结果 究竟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食物的价格和价值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站在营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如果以每卡路里的食物 加工或油炸过的点心显然占绝大多数 但是如果以每公克重的食物来看 健康的农产品显然更便宜而且更健康的多 我是MKC主播千佑 似乎在油店双掌的物价通膨时在 价格决定了许多事情 不过价值才是我们长期追求的不是吗 请多支持有机农业 给自己健康的生活 如果想知道更多经营管理心讯 欢迎至MKC管理知识中心网页浏览 谢谢